你给我评价一下这男生吧 你想嫁的男人 我就觉得他特别 什么事都跟我计较 他也不让着我 计较不让着你 行 你评价一下这女生 她还是对我挺好的 对你好 送我那些小礼物 跟给我买衣服什么的 对对 咱说大方向 我还是 这女孩的性格好吗 性格 脾气还是挺大的 经常大声骂我 说我 打游戏经常跟我吵架 谁打游戏 我们一起玩 我们玩那个吃鸡嘛 然后我就是有一把枪 没有子弹 他说他那边有子弹 我说好 那你给我吧 他就扔到地上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他说他扔到地上了呀 我说那你过来找一找嘛 他也没找到 我就生气了 然后他就还是在我那边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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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丢在地上啊 我不可能骗你 也为了一点小事 那我怎么没有找到啊 那游戏有漏洞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你一玩游戏就有漏洞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 你不知道而已吗 记得我要死也是 就你们俩这样还结婚呢 还是别结了吧 缓缓吧 那个打游戏也能吵起来 也拉黑啊 主要是他一点都不让着我 不是 那你们今天来 我们这节目是干嘛呢 我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嘛 改啥呀 不要那么小气 这能改吗 就是不要我生气 他也跟着我生气了 他要哄我一下了 不是 你们俩是怎么决定结婚的 你们谁能告诉我 是他要跟我结婚的 然后你同意了没有啊 我跟我家人商量了一下嘛 就同意了 就是我家人说是先处的 那还结还是不结呀 因为彩礼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就如果彩礼达成了共识的话 就结了是吗 对 差不多可以结婚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彩礼是个好东西啊 能拦住很多事啊 幸好没结 你想结吗 我还是挺喜欢她的 我也带过她回家 我妈也同意她 都带回家了 是啊 你们家人都特喜欢她 我妈是喜欢她的 你喜欢不 我喜欢 我喜欢 她天天凶你 你还喜欢她 我脾气比她好 但是她脾气有点大 对啊 那你喜欢她什么呢 她要对我好 对我买衣服 而且我喜欢她 就给你买两套衣服 就对你好啊 我喜欢她嘛 而且我又理解她的体验 你喜欢她什么呢 你都要结婚了 她要求的你对她的好 你能做到吗 我平时对她很好的呀 好啥呀 不是 不好你家啥呀 所以我就想让她过来这边 改一下吧 来吧 你们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奔卷 我觉得你们俩太逗了 我刚刚算了一下 在一起三个多月 一百天 然后还是异地 那么在这一百天当中 你们在彼此身边的时间 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一百天加起来 有三十天是在一起的 我们每天都有视频聊天 一个多小时左右 视频聊天嘛 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 这种爱情嘛 对不对 有三十天是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你们两个谈婚论嫁 你们不觉得有点太快了吗 女生评价男生两个字 计较 男生评价女生 脾气大 那你们对方在彼此心目当中的 优点在哪里 为什么相爱 我一点都没听到 你们两个完全就像是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两个人 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不知道什么是婚姻 就我都不知道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块 语言体系 生活习惯 消费观念 理财观念 地狱问题 性格问题 我认为你们是相当 不合适的一对 没有任何一个契合点 可以支撑你们走下去 不如就祝福彼此 各自安好 谢谢大家 avier jazz 优优优独播 Its